我是一个揍人艺的女孩 因为一场车祸而残疾 但我再也没有站起来 嘟起一下失去了知觉 这是我车祸结安三年后的双腿 不能行走肌肉也在变得越来越少 摸上去松软无力 双腿因为长期不能行走开始萎缩 也会有一些兵发症 我不能让肌肉变少 只能每天拼命的锻炼 去减少它萎缩的速度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锻炼器材 它可以空气循环挤压 让我腿部的血液循环更好一些 防止肌肉萎缩和血栓 这样的锻炼在你们看来 并没有什么意义 也不能让我站起来 而我对医学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我期待医学的突破 所以我要保持自己的双腿肌肉 不去萎缩 保留行走的能力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让我能重新站起来 这样的锻炼我坚持了三年多 每天如此 我的坚持也是我对生活的不放弃 而这些坚持的背后 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 我做轮营后的生活 除了锻炼也要学会照顾自己 一个人的生活里 也在很努力地学习生活自立 生活从来没有很容易 人生也总在坎坷的路上 奋勇奔躁 每一个咬牙坚持的今天 都会成为将来更好的自己 大家为我的坚强点个赞吧